2007年世果松的第一批學生 只有三個人 經過長達八年的努力 現在學生已經達到幾百名 我覺得最主要是 拿出我們自己的 真正的用心去對待女孩子的孩子 不管她最終是不是堅持 還是放棄 所有來的孩子 我們都用心去對待 去好好的去 希望他們通過練習功夫 能有所改變 不單單讓他們強身健庭 身體的一個體質的改變 最重要是磨練他們的性格 說到好的一個品質 真正堅持下來的時候 久了可以改變了很多 知道怎麼樣去有紀律 怎麼樣去幫人 知道怎麼樣去真正自己的老師 真正自己的父母 去感恩自己的父母 功夫這是外在的一個肢體的 這個很容易學到 但是內在的這個武德的 品質的這種練習訓練 就要一天天慢慢 把岩船身教一天天積累的